疫苗即將要打完 指揮中心宣布 下週一會有新的一批莫德納到貨 也承諾民眾過完年還有新疫苗可以打 專家呼籲第三季想要對抗Omicron 最好是混打mRNA疫苗 最新的研究也顯示 追加劑選莫德納保護效力超過六成 疫情拉警報 各地民眾排隊強打疫苗 最受歡迎的莫德納公布應求 指揮中心宣布下週一會有 一批新的莫德納到貨 過完年還有新疫苗 排成裡面二月過完年之後 那應該都可以打到新的疫苗 好消息這份人新 但第三季怎麼選讓不少人傷透腦筋 多專家建議不要都打單一廠牌的疫苗 雖然是可以提高我們身體的抗體 可是因為畢竟是單一廠牌 單一種的抗體要去對抗變種的病毒的話 效果其實是有限的 周明威認為如果前兩季打AZ 第三季可以選莫德納或BNT 如果是接種莫德納就選BNT 反過來前兩季打BNT 接下來就選莫德納 而如果你是打科興或國藥 第三季扔廠牌都可以選 選擇不管是哪一種MRNA疫苗 都是有相當的一個抗Omicron的效果 陳立生曬出英國監測顯示的圖表 前兩季打AZ 絕佳打莫德納 5到9天後對抗Omicron的效益 達到62% 勾出BNT的55% 兩季BNT或是兩季莫德納 追加打莫德納效益都有64% 綜合來看第三季打莫德納 效益都超過6成 Omicron傳染力驚人 第三季如何一針到位增強防護力 除了選對品牌混打 也得跟醫師確認最強組合 是否適合自己 記者 黃天澳 蔡宇山 台北採訪報導